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开始 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把那么多忠心又得胜的仆人 摆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 从他们的身上 真是有许多的榜样 值得我们学习 从他们所传的信息 主啊 也不仅仅在这里 视我们的警戒 也成为我们的安慰 主啊 祢祝福我们这一连串 要上以赛亚书 主啊 从我们读这些的话 读这些伟大的应许 读这些责备的信息 主啊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 让我们都在这里带着敬畏的心 从祢的面前领受 好 让这些话语都成为我们的祝福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上一个礼拜 就是上一次有上这个 以赛亚蒙召的 请举手 好不好 就是上一堂课有上的 讲以赛亚蒙召的那篇信息 看DVD的 OK 好 那如果你没有上的话 请你回家 一定到网络上补听 因为以赛亚的蒙召 如果你忽略了这件事的话 你读以赛亚的信息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 神都兴起一些特殊的器皿 是针对所处的世代 一些特殊的需要 那以赛亚所处的世代 是一个很特别的世代 那么神兴起了他 然后借着他流转的局面 借着他传递了很多宝贵的信息 然后也借着他把将来 神荣耀的旨意 能够传达出来 成为百姓们在管教中 在受苦中一个极大的安慰 那么我们今天的要讲的课呢 我在Celibus上面放的说 是要讲这个先知书的概论 讲Celibus 还有讲以赛亚书概论 那我因为我们的时间 在这里比较短 我没有办法像在中国 一讲讲一个半小时 我们这里只有一半的时间 只有45分钟 所以先知书概论 我今天就跳过去不讲了 那先知书概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网路上 我们大概在几个月以前 讲到基础读经的时候 讲到先知书是我讲的 那个时候先知书的概论 我曾经特别在那里讲过 所以大家可以到那里去听 那今天早晨呢 我们先翻到第55页 第55页 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的概论 那我基本上这个纲要 是从我讲旧约概论的时候 我用那个时候的纲要 然后我增加了一些内容 也修改了一些内容 所以这是最新的 大家可以翻到这个 那如果你们觉得 那个小册子的字太小了 你不能看的话 我们可以送 可以跟办公室要一份soft copy 那么你自己把它印成大一点的字体 也比较容易做笔记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翻到第55页 以赛亚书 那么以赛亚书呢 有人称它是旧约中的福音书 甚至称它是第五部的福音书 那么有人称它是旧约的罗马书 因为它里面把整个神荣耀的救恩 讲得淋漓透智 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里面充满了许多宝贵的应许 宝贵的安慰 然后有很多很重要的预言 关于弥赛亚 关于圣灵降临 关于千年国度 所以读以赛亚书是很多人读旧约 都非常喜欢读的 但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 很多人读以赛亚书 常常犯的错误 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 好那么本书 这本书的前半部信息 主要的背景是在亚哈斯作王的时候 换句话说是以亚述帝国 全盛时期为背景 这是整个以赛亚书的前半 前半一个是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是前半 那么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后半 所以我想我们一定都已经听过别人讲过了 三十九章就好像旧约一样 后面的二十七章就好像新约一样 重在安慰重在应许 重在救恩的这个丰盛 前面大部分都重在散判 重在要求 重在神的愤怒 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前半部基本上是用亚述帝国做背景 而是以亚哈作王的时候为主 那么后半呢 基本上是西西加作王的时代 然后是巴比伦帝国刚刚开始要兴起的时候 所以也是两大帝国世代交替的时候 所以以赛亚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被神兴起来 所以北国就是亡于亚述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两卷书各有一个历史时代的背景 前面是亚述帝国 所以北国以色列国就是亡于亚述 西元前722年 那南国主要的背景是巴比伦帝国 那么南国呢 也就是在586年的时候亡于巴比伦帝国 这是我们对历史背景先有一个了解 那么要读好以赛亚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书的参考 这是我们所有读先知书一个共同的原则 先知书要读得好 历史书一定要读得好 你才晓得它外面的背景 那么历史书要读得好 先知书一定要读 你才晓得神百姓真正属灵的光景 而不是只是看外面的历史 所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 一定要读的 所以我们历史书的背景是 列王之下15章到20章 历代之下26章到32章 那这是我们放在Celibus课程计划里面 当作大家得分数 Bonus里面需要读的一段 大家有空把它读一读好不好 好 那么作者 当然是以赛亚 当然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有很多的圣经学者 特别是新派的 特别是反对派的 他们都认为不应该只有以赛亚一个人写 因为他们觉得他的预言太精确了 精确到一个地步让人难以置信 所以他们认为说决定是很多人写的 而且很多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 因为不然的话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新派不相信神迹的 或是反对派不相信圣经有超然的因素在里面的 他们是这样子的相信 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 那么以赛亚他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 或是耶和华是救恩 或是讲到The salvation of Jehovah 这个耶和华的救恩 他整个一生的信息就是这样 那么圣经一开头就提到 他历经五个王 从乌西亚王约坛 亚哈斯西西加一直到马拉西 他整个跨越的年 大概有六十年的时间 这位先知是历经五朝 然后有好王有坏王 有好王好到不得了的好王 像西西加 有坏王坏到简直是没办法相信的马拉西 都在西西加 都在以赛亚 这个他的服侍的年间里面碰到了 那么圣经里面记载说 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先知 夫妻都是先知 那么他妻子做了什么事 圣经没有名讲 那么他生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呢 通通都是有属灵的意义 而且是神取的名字 那么他的老妖叫做 马黑尔 撒拉勒 哈斯 霸斯 真难念 就是掳掠树林 抢夺快盗 你喜不喜欢你的孩子叫这个名字 就像你娶个孩子 叫倒霉啊 天天叫他倒霉啊 你天天叫你都不想叫了 对不对 你一叫这个孩子的名字 以赛亚一叫他小儿子的名字 就提醒说 掳掠树林 抢夺必盗 这是信心 这是信心 所以我常常讲先知 他不光口中传信心 神让他的生活 神让他这个人 就是信心 那这是先知的挑战 做神话语出口 最大的挑战 还不在于你讲什么 而是你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 每一个服侍主的人 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 那他的长子叫做 斯亚亚树 那这个渔民必归回 所以他们的名字 正好就是以赛亚对百姓 所传的信息 两大重点 那所以整个以赛亚树 人家说 如果你要讲他的主题 是什么的话 就是审判和安慰 所以神的审判要来 所以掳掠树林 抢夺快盗 那么神的安慰 就是百姓必归回 虽然被管教被审判 但是至终神的信实和慈爱 要让百姓归回 好我们翻到隔壁 那么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很多人称他是 先知书中最大的先知 甚至形容他是 最伟大的弥赛亚先知 或是先知中的王子 那么以赛亚 读以赛亚一定要注意到 以赛亚身上最突出的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话语指示 他的信息非常强 而且他信息用的话 简直是 让人宝贝又宝贝 好像甘露一样 他的话 这个字字击珠 是吧 珠基 对不起 来美国三十多年 珠基 每一句话都宝贵 这是他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信息这么强 很多人读以赛亚说爱不释手 因为他的话出来就是强而有力 而且非常的高贵 用的字 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荣耀 他是一个很强的话语指示 这是以赛亚最突出的一个点 但是以赛亚最被别人忽略的一个点 就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祷告的一个勇士 他的祷告能够流转局面 他的祷告能够在神的面前 让神家转为为安 你看这样那么伟大 那么危险的时候 亚述大军都在底下了 西西加王马上拆遣他的大臣之后 去找以赛亚 叫他为百姓扬神祷告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的祷告大有果效 他的祷告能够流转乾坤 所以在以赛亚身上 他两个很大的特点 话语也强 祷告也强 我们真的很希望神家多有这样子的器皿 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器皿 那么他写作的年代 基本上大概是在西元前700年到680年 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 但是他内容包括的时代 至少则是60年 就是740到680 那我在纲要上写的更准确一点 就是从乌西亚王奔的那年开始 乌西亚王奔是在西元前739 那么至少到681年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赛亚书第37章里面 也记载了亚述王希拉基利 被他的儿子在庙里面杀的这件事 而亚述王被杀是在681年 所以你就知道以赛亚的写作 所cover的范围 所涵盖的范围 至少60年 但是写作的本身大概20年 大家当作参考 那么跟以赛亚同一个时代的人物 这个图呢 我是从Dr. Irvin Jensen 这是旧约金兰 这是我们曾经当过奖品 送给弟兄姊妹的书 他写得非常精简 但是呢 这个常常有很多key point 这个被他标出来也蛮好的 那么在用他的图的话呢 有一个要修改的地方 就是那个以赛亚的部分 他结束在695跟686之间 但是如果你照我上面所说的 因为他记载了西拿基历史的事情 然后很多的解经家也认为 他大概到680年 所以你应该把那个框框以赛亚 再向右拉一点 拉到至少到681年 这是稍微需要纠正一点点的 那么他同期的先知 在北国有阿摩斯跟何希阿 那么在Dr. Jensen的这个图里面 没有放阿摩斯 但是如果你去读阿摩斯书的话 知道阿摩斯书的背景 是在乌西亚作王的时候 所以有一些圣经的学者 也就把阿摩斯当作他同时代 虽然不见得有overlap 但是至少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的先知 有阿摩斯跟何希阿 那何希阿的话就跟以赛亚 有绝对的overlap 那么南国的先知就是弥迦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讲过小先知书 大家老金就可以比较把它连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翻到下一页 57页 讲到写作的背景 你们任何时候有问题 就请你们举手 我讲得太快的话 希望我慢一点就举右手 我讲得太慢 希望我快一点就举左手 好 那个写作的背景呢 基本上我提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以赛亚蒙召的时候 正好是一代贤军乌西亚王奔的时候 在我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乌西亚王也算是南国 这八个好王里面算是好的王 只是他晚年骄傲 他硬着要到湘潭去献祭 长大麻风 得罪神 非常可惜 另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力图振兴 也给神家带来一点复兴局面的一个好王 所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 正好是乌西亚王奔 这是第一个 驾奔 第二个 北国又在不久以后 722年 亡于亚述的铁蹄之下 然后南国也面临了亚述的威胁 这是我们读他历史背景的时候 很清楚的 亚述不止一次的派兵 来到耶路撒冷的底下 所以这是整个的背景 那么尤其是在亚哈斯的年间 北国 以色列国跟亚南国联合起来 因为他们要 犹大一起来对抗亚述 结果南国不肯 所以北国就跟亚南人就合起来 要来打以色列 或者要来打犹大 那么圣经上也真的让我们看见 他们打了 然后毁了很多城 掳了几十万个人 把他们掳走 所以他们的确是面临了很多的战争 那么第三个 西西加在位的期间 那么亚述真的派大军来 第四个 西西加虽然曾经力图革新 但是因为前面有亚哈斯 后面有马拉西 所以他的改革一直不能够贯彻 不能够持久 不能够深入 因为前后的两个王都坏透了 这是他整个写作的背景 好 写作的目的 对当时世代的人来说 先知借着责备神百姓背弃离弃神 他传递了许多 而且也传递了许多 蒙福的应许和宝贵的预言 盼望使百姓能够早一点悔改 真心地归向神 以承受应许的诛福 那么对我们后代 今天这世代的人来说的话 本书的价值更是无法形容 因为他不仅仅揭示了神伟大的救恩 其中各样宝贵的应许 逐一应验 更是见证了神的信实 大大坚定了神儿女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 跟当初神百姓 刚刚拿到以赛亚书的时候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以赛亚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 他预言说将来会有古略王兴起 对他们来说连听都没听过的 因为那个世代是亚述强盛 后来是巴比伦强盛 他哪里会想到 还有一个古略波斯国将来要出现 而且连王的名字都出现 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对我们今天人 在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这么多的预言全部应验 对不对 连弥赛亚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预言 也都一一的应验 所以我们今天再去读以赛亚书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就是 这些预言 这些应许成为我们信心很大的坚定 因为神所说的 他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 而且那么准确 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们今天读比他们有福多了 这个要迟要节我就不念了 大家回家可以看 那么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 几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呢 以赛亚的这一生的侍奉里面 有两个很关键性的意象 这两个意象 这两个启示 掌握了以赛亚书所有的信息 也掌握了以赛亚一生侍奉的态度 一个就是第六章 他看见坐宝座的羔羊 我忘记我上一堂里面 有没有讲到这个 这个高高坐在宝座上 撒拉福四立 这个是讲的基督 我有没有讲 有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这在约翰福音12章41节里面 那我们看见他指的是基督来说的 他就看见了坐宝座的羔羊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 是为了他 另外一方面 不管国家多乱 不管他所景仰 所依靠的乌西亚王 突然驾崩了 但是真正做宝座的 仍然是我们的主 洪水泛滥 他仍旧掌权 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 心中一个最大的安慰 我们今天这样讲很容易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 从前被逼迫殉道的 一些的故事 一些的见证 他们在那样子的一种逼迫 杀性命 受苦 哎呀 他们心里面 唯一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和力量 就是知道主还在掌权 这是不容易的 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以赛亚书53章被杀的羔羊 在所有弥赛亚的预言跟描述上 没有任何一章的圣经 像以赛亚书53章讲得这么细微 这么具体 这么实在 他是一个完全的启示 看见羔羊 被杀的羔羊是怎样的羔羊 所以这两个异象 影响了他 所以坐宝座的 讲到他是主 He is Lord 然后以赛亚书53章被杀的羔羊 讲到He is our Savior 他是我们的救助 那讲到他是主 坐宝座 讲到他是救助 他为我们被杀 好 所以本书的预言 一方面是警告神的百姓 但是一方面又是安慰他们 所以他被称为救赎的先知 或是安慰的先知 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这件书 安慰神的百姓呢 底下我在这里列了七点 这是从离头圣弟兄圣经题 要第二卷里面再录出来的 讲到里面将来我们会从这些的经文 它后面都列了 看见神怎么样一直眷顾百姓 然后神大能胜过他们的仇敌 然后神借着弥赛亚来安慰他们 神借着圣灵降临来安慰他们 神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 这些的预言 还有他们最大的仇敌 巴比伦一定会倾倒 还有以色列至终会要重新复兴荣华 这是这几件事情 那么以色列书在新约中被引用的很多 那我们下面这个表呢 是跟大家参考 我想你们在那个刊物表上有注意到 在第58页的这个表里面 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是需要加的 在59页的这个表 像例如说马太福音 新约中引用的以色列亚书 马太福音15章 他写第一到第九 应该是第七到第九 然后在马可福音 他只写了15章28节 这是我们从读经资料中心里面 摘出来的表 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加进来 要加进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 那么是在以色列亚书40章第三节 那么同样的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是在以色列亚书29章13节 所以请大家回家用这个刊物表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那如果你希望得到最新正确的 我们已经改过的 那你就从寄来的soft copy里面 把它印出来 就已经都是改过的了 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去大陆上课的时候 因为时间很赶 这个修正版出来的时候 这个书已经印完了 所以来不及修改 好 所以在这个 以色列亚书是新约里面 被引用非常多的一卷书 所以我们在这里列了两个图 一个是这个以色列亚书中 关于基督生平的预言 你发现他是整个基督生平 一整套 从他的这个 这个族谱诞生 他的名字 他将来的服事 他的性格 他的复活 他受死 复活 升天 再临 作王 几乎整个弥赛亚的一生 预言都在以色列亚书可以找得到 这个弥赛亚的一生 你在以色列亚书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预言是全面的 然后呢 你在新约中 所有引用以色列亚书的 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那其实是非常地方 非常多的地方引用 而且你发现 主耶稣引用 最常引用的大概就是以色列亚书 常常讲到以色列亚书 以色列亚指着你们的话是不错的 以色列亚书怎么说 所以主耶稣很熟读 有一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甜蜜 哇 主耶稣拿到的以色列亚书 跟我们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想过 所以现在不要读得这么辛苦 你要想着你在读得很辛苦 主耶稣也读过 然后他这么守读 他要引用哪一段就引用哪一段 然后我前两天 我们又在陪这个孩子们 读新约圣经的时候 你看连天使都熟悉以色列亚书 对不对 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他说这个天使来对 对约瑟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你要给她取名 说以马内利 哇 连天使都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以色列亚书非常宝贵 主耶稣熟读他 天使也知道他 那我觉得我们 更应该好好读他 那么有人统计过 整个以色列亚书里面 一共有1292节 这个不再讲以上 你要写的话可以写 有1292节 那么其中呢 有754节是预言 占了整本书里面的59% 所以你几乎有60%的 以色列亚书里面 都是预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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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的是 所以他在整本圣经里面 这个百分比59% 是赐于另外两卷大新之书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有1273节 而预言占了821节 百分比是65% 第二高的是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有1364节 预言占了812节 所以耶利米书占了60% 勉强得胜 不是 勉强胜过以赛亚书 所以你发现这个 三卷大新之书里面 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预言预言预言 这很宝贵的事 所以以赛亚书的这个经文的预言 所占的百分比 虽然是第三位 但是在这些预言里面 你如果把它分类的话 以赛亚书的预言 一共有110个预言 如果你把它分类的话 这个754节的预言 可以分成110个相关的预言 那么这是圣经中的第一位 最高的 换句话说 它预言的这个内容 一共有110个 是最高的 那么刚才讲的 以西节书有66个预言 那么耶利米书有90个预言 占第二位 那么占第三位的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有81个预言 所以这是关于预言 有人整理出来的 我没有一个一个去算 所以你万一算完说 不一样的话 不要怪我 这个实在没有时间 这样去算它了 我们就相信这些圣经学者 他们所提供的这个资料 好 那我们这两个表跳过去 那中心的信息 基本上就是根据它的名字 讲到耶和华拯救 好 那我们现在读以赛亚书 大家先不看讲义 先不看讲义 你们觉得读以赛亚书 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什么 还是从来还没读过 读过以赛亚书的 应该都读过吗 我这堂课的要求 是要读过一遍 你们觉得读以赛亚书 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 喜欢以赛亚书 就请举手好了 很多 那你为什么喜欢 修华 觉得很感动 会像 很多很熟悉 这些很激烈的经文 对不对 他诚然淡淡 我们的忧欢 背负我们的痛苦 这个亚山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产的灯火 他不熄灭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利 他们奔跑不困间 行路不疲乏 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都很喜欢的 王正你喜不喜欢 为什么 真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背 你看 这个 耶和华说 救赎的民必要归回西安 他们要歌唱来到西安 永乐要归到他们头上 忧愁叹息 尽都逃避 你看我们都喜欢背 很多的经文都很喜欢 正好 就是因为这样 这是成为我们读以赛亚书 一个最容易犯的错 就是我们见树不见灵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很喜欢片段的经文 但是我们缺少整体的概念 我们很喜欢以赛亚书 抓出一节经文 我们就 心起发光 我们就读读读 哪一个 要照背读的得失方 受压制的得自由 我们就很喜欢 我们就跳进去读它 那么我们就是见树不见灵 见到片面 见到局部的 但是我们却缺少整体的 这是读以赛亚书 第一个 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 第二个 读以赛亚书 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 原作的正义 避免太急的 太快的 用到自己的身上 这个失意解经 以赛亚书里面 有很多的经文 是我们所喜欢的 但是很多的经文 其实原来是针对 以色列民 或是周围列国的 然后有很多的 预言 应许是要叫 将来才应验的 所以我们不是说 不要读 还是要读 跟我们有关 是有关 但是你不要马上 就拉到自己的身上来 像例如说 很明显的 28章到33章 它一共有六篇的 货哉之书 因为这六篇信息 都是用货哉开始 货哉货哉货哉 一共有六篇 连续摆在一起 那么这六篇的 货哉之书 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不相信 不悔改归向神 不信靠神 他们转而去找亚述 来帮助他 跟亚述结盟 那这件事情得罪神 神特别借着以赛亚 讲的六篇的信息 所以这个是有针对性的 是针对以色列 或是针对亚述 或是针对埃及 针对谁 是有针对性的 所以不要直接 拉到自己的身上来 那么有一些 是要到将来才应验的 像例如说 65章第二十节 他说 百岁死的人算孩童 百岁死的罪人 就算是被咒诅 所以你不要拿这句话 现在就去用 任何人活不到一百岁的 这个人是被神咒诅 你不能马上用的 因为这句话是指的将来 在千年国度里面 人的情形 好不好 所以不要急的 随便去把这些经文 像 才狼必与羔羊同时 狮子必吃草 像牛一样 在我圣山的便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所以你不要读了这段经文 以后去以色列玩 以色列玩的时候 看到狮子也不跑 看到狼也就去摸它 你会被咬的 这个话都是将来才应验的 在千年国度里面 才会应验的 所以在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解经 试经才能够有正确的应用 因为它有太多太好的经文 所以我们马上就拉到自己身上来 这个一拉呢 有时候会出问题 就很多人就误以为 神一定会这么做 结果实际上并没有 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的是 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不能读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这里特别说 有很多的经文 是我们可以分享的 跟他们share的 虽然是针对他们 虽然是针对未来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经文 是我们可以想的 例如说我在这里列的 至少有四类的经文 是我们可以分享的 第一个对神的介绍和称颂 比如说神是至高的神 神是全能的神 神是创造宇宙的神 神是万有的主宰 这都是我们可以用的 第二个一般性的应许和安慰之言 像我刚才讲的 以赛亚书40章31节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 奔跑不再困见 行路不再疲乏 这是我们可以用的 这是可以分享的 那么像属灵的原则 也是我们可以用的 余血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用的 第四个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的预言 那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 也是未来才要发生的事 所以也是我们可以用的 那么第三件注意的事情 就是试经的基本原则 掌握好就读得好 那么基本的原则 就是我们试经学 最后结束的时候所说的 要掌握 这个麦克风是不是不够 我怎么觉得不够力 你们后面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试经的基本原则 是要掌握好才能够读得好 基本的原则就是掌握 透过基督这一把钥匙 能够真正的读出生命的信息 读出神永远的旨意 使我们的生命生活和神的关系都被改变 可以容神益人 那个人字掉了 好那底下这个预言解释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讲先知书 概论的时候特别提到 就是你读任何的先知书 小先知书大先知书 你都会碰到这个预言 它其实是分批应验的 有一些的预言 它是应验可能是多重的 像一个种山重叠 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玩 你出去度假 你站在山脚下 你看到眼前就是一座山 可是当你在退远的时候 你可能这座山后面又有一个山峰 在它比它更高的在上面 你在退更远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连续有三座山在一起 可是山跟山之间距离多远 你这样看不清楚 除非你到侧面上去看 你才晓得第一座山跟第二座山中间隔得这么长 第二座山跟第三座山中间距离比较近 然后第四座山 这是种山重叠 所以当我们先知讲出预言来的时候 它好像有几个阶段性的应验 它像种山重叠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眼前的 然后将来要有更进一步的应验 再过一段时间又有更进一步的应验 而到最后有全面的应验 这是叫做种山重叠 这是读先知书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原则 那么至少有四方面我们要注意 至少有这四座山 第一个是当时的世代 像以赛亚讲的时候 就有当时世代的预言 像古略要兴起 那就是当时的世代 不久以后会兴起了 或是将临的被掳 或是归回 对不起这是第二个 所以古略应该算第二个 那当时的世代 可能就是责备的信息 或是讲到像以利沙的时代 这个元帅不相信神的预言 结果先知就预言说 明天大家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不能够吃 他果然被百姓踩死了 第二天就应验了 这是当时的世代 那么将临的被掳或归回 就像我刚才讲的古略要兴起来 然后他要容许神的百姓归回 这是第二批 第三个应验是讲 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 包括圣灵的降临 那么第四重的应验 讲到弥赛亚第二次的降临 讲到千年国度和千年国度之后 新天新地 神整个旨意的完成 所以众山重叠至少有这四部分 这是在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的 我在这里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像 以色列不久以后有短程的复兴 他们七十年被鲁归回 然后 七十年被鲁归回是终成 然后千年国度里的复兴 是长城的应验 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这是我们很熟的 他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 这是指的基督的降临 然后底下接着讲 他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债的父和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以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是指到基督在灵建立国度 这两个中间就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距离的过程中 所以这是指的预言分批的应验 那么有一件特别的事情 就是教会一直没有在先知的预言中出现过 这也就是保罗在以佛所书第三章第九节 特别说教会是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这是历史历代以来神都没有reveal 所以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人看到教会 他只看到弥赛亚第一次降临 跟弥赛亚第二次降临 那么中间教会的时代 旧约的先知没有看到 好 那么以赛亚书中的三个难题 我想我就留给弟兄姊妹去自己 去self study 你们不要觉得不公平 我在中国对他们也是这样子 我说这三题我不回答 你们自己去看 那我把建议读的参考书 已经列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去看 那么以赛亚书的大纲 这个很重要 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下 以赛亚的大纲其实是很好分的 最简单的分法就是说的前半跟后半 第一章到三十九章 然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 三九二七 旧约新约 这是很好分 那么要细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分成三大段 第一大段讲到神的责备和审判 这是第一章到三十五章 然后第二大段呢 是讲到中间插入了一段历史的事实 这是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 这是以赛亚书中唯一用 用这个这个技术的笔法 散文的笔法记载历史事实 其他都有一点诗歌的题材 第三大段就是我们说的四十到六十六章 讲到神的安慰和音讯 那么前面的第一大段 一到三十五章 基本上呢 又是可以分成三大段 第一大段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 占了十二章 中间也提到以色列 但是是以犹大为主 所以是针对自己家 审判是从自己家 审的家开始 所以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 那么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 是对周围列国的审判 所以我在这里列了十个国家 有人列十二个 那我讲细节的时候 我会讲为什么他多列了两个 那我们列十个就足够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对列国 第三是对全地的审判 二十四章到三十五章 那么讲插入的历史呢 基本上是两部分 成先起后 成先呢 头两章的历史 三六三七章 是记载跟亚述关系的结束 然后3839 是记载跟巴比伦关系的开始 那么最后一大段 一共有二十七章 二十七章除以三 每一段是几章 九章 所以很好背 所以后一大段的这个 分成三大段 每一段都是九章 那么第一大段 正在讲神的安慰 第二大段 正在讲安慰的义仆 讲到弥赛亚 第三大段 讲到至终的荣耀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比较赶 我在中国大陆讲完 就叫大家背 大家都背得出来 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以赛亚书如果分成三大段的话 第一大段是第一章到第几章 三十五章 讲什么 讲审判 神的责备和审判 那这三十五章又可以分成几段 三段 第一段讲什么 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 是第一章到十二章 就从中心到圆州 犹大跟耶路撒冷先 第二段是讲什么 对周围列国 从十三章到多少 二十三章 然后第三大段呢 是对全地的审判 那就是第几章 二十四到三十五 好 那插入的历史分两段 成先 起后 各两章 一个是对亚述帝国的结束 一个是跟巴比伦的开始 你放慢一点 第三大段呢 分成三段 讲神的安慰和应许 第一段讲神的安慰 第二段安慰的义仆 第三段讲至宗的荣耀 所以你这样子一完了以后 以赛亚述先有一个skeleton 有一个structure 那么你再去读细节的时候 就比较清楚 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回家读圣经 如果读不清楚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要回来到 Celibus 很快 我们把课程的要求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那前面这个课程的简介 我刚刚基本上都提过了 大家自己回去看 那么先知一个和特殊的使命 就是要替神说话 把神的百姓 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 也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旨意中 这是先知身上最重要的使命 那我们上这个目标 希望能够认识神的子民和神的关系 对神的态度 如何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兴衰 跟蒙福的大小 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神百姓对神的态度 神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直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兴衰 也影响了每一个人 在主面前蒙福的态度 所以这个读完以后 对我们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提醒 课程的第二个目标 是希望效法以赛亚 他如何忠心地为神说话 为神家祷告 力往狂浪 成为神家的中流砥柱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了 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特殊的挑战 所以神在不同的世代里面 就兴起特殊的器皿 来应付那个特殊的局面 以赛亚被神兴起来 对抗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 动荡的环境 但是他忠心传神的话 他认真的祷告 把整个局面有非常大的流转 同样的在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 神也要一样要得到器皿 一样的原则 是针对我们这个世代 特殊的挑战 跟特殊的需要 第三件事情 掌握个人灵命 和神家兴衰的关键因素 第四件事情 我们学习怎么样 在各样的挑战里面 忠心不妥协 尊主为大 能够成为所处世代的得胜者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的世代不可能得胜 因为太艰难 这个不是神做事的法则 神在每一样特殊的世代里面 都有特殊的工作 特殊的器皿 特别的恩典 为了让我们来应付那个世代 好 课程的要求 上课前至少要读完 一次相关背景的历史书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读的话 给你们下个礼拜回答赶快读 第二个 至少读以赛亚书一遍以上 我都没有勇气问你们几个人读过以赛亚书 从来没有读过以赛亚书的举手 没关系 也许你刚得救 一位而已 好 那很好 第三个 在上完每堂课之后 至少再速读一次 当堂课程范围内的经文 如果可能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效果特别好 因为你从前原来可能读不太明白 那么现在听过课以后再读一遍 你会发现会好很多 那参考的书籍 我这次没有特别要求弟兄姊妹必读 但是我列的这十本参考的书 我基本上是按照我建议的顺序 所以我建议你们 第一个读的是 马尤早博士 他所写的以赛亚书注释 第二个是圣经研究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作者 关于圣经方面的简介 我非常推荐 Dr. Baxter 他写得非常好 第三个是摩根 Kamber Morgan 关于以赛亚书 他有一个专门的解经书 但是这本书不是这么好读 我必须很诚实地跟你们讲 不像是福音这么清楚好读 但是Kamber Morgan的解经 有他独特的地方 我还是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读 那么底下的大家自己参考了 那么指定的作业 那这是最重要的了 大家讲完就可以去吃个好饭 作业第一个 试着整理出以赛亚书中 有四首仆人之歌的重点 仆人之歌是在我们后面会读到 就是从40章到66章的 这27章里面 有四首非常well known 非常出名的仆人之歌 对于弥赛亚的描述 所以这四首仆人之歌 我们到时候会讲到是哪四首 然后你就把每一首主要的重点 就跟我们唱一首诗歌 它有题目一样 你把这首诗歌主要的重点 把它给挑出来 第二个 用以赛亚书作为取材背景 从下列三个主题中 任选一个写一篇 五百个到八百个字的心得报告 占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在中国是要他们当场上台讲 那么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 让大家上台讲 所以你们自己回家写 那么这三句话是 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这是整个后面27卷书的key sentence 就是安慰之书 一开头就破题了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那么到底神 怎么样子借着以赛亚的信息 安慰了他的百姓 神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他的百姓 第二个 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真神 那这句话也是在 后面这几节圣经 这27章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 那你怎么样用这句话 能够来写出一篇心得 那么神是用什么方法来 告诉神的百姓 除他以外没有真神 你试着把它找出来 第三个 鸭山的芦苇他不折断 江城的灯火他不熄灭 所以我想这一题 你可以发表写一篇心得报告 第三个 期末考试40% 题目已经出好了 答案也准备好了 当然我答案不会发给你们 所以题目早就出好了 所以等待大家上祭坛 那么第四个 如果你按照第三个 所规定的读完了经文的话 会有五分bonus 这是额外的加分 那我们因为在本地上课 所以有一个优先的条件 就是大家容易再见面 不像我们在中国 居然会就要散掉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还是有小组作业 我们去年讲耶稣生平的时候 很多小组都有很好的feedback 说小组作业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请大家记得 小组作业的成绩就是你个人的成绩 所以你的小组里面 例如说10分里面得到9分 就每一个人都得9分 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你如果没有参加讨论 不可以得分 be honest 好不好 要诚实 所以小组讨论的时候 你一定要参加 就算你贡献不多 讲不太出来 但是你一定要参加 跟小组一起做 好 那么我们有两个小组作业 第一个根据以赛亚书 研读的表格 你们今天有没有拿到研读表格 没有 OK 好 那我们下一次 下次法可以早点开始做 那研读的表格里面呢 你们去做出报告来 他会讲 很多都是我书上已经有的了 这本书写作的背景 同期的先知 这个keyword是什么 等等等等 那只有两个是你们要花功夫 特别要花功夫的 就是以赛亚这个人 先知的为人 先知这个人 在神面前 神对他的评价等等 就是把以赛亚这个人整理出来 第二个 是怎么样子应用在我们目前 我们的生活里面 特别是在这个所处的世代 或者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 就是他实际的应用 好 那这是我们的题目 那么第二题呢 是要从以赛亚书中 至少列出四个点 对于身为神的仆人 以色列所当负的使命 以及他们如何 恢复了神对他们的期望 那这个都是 大家上课里面 要专心听的 好 那课程的计划 我想大家就照着上面 我上课会这样子 但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个点 就是 就是 1月29号 跟2月5号 我因为跟于师母 有特别的需要 我们需要到远方去服事 那我们就不多说 但是呢 这两次的上课 我们有安排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 那其中有一堂 我们是请到 在欧洲最大的一个 华人的神学院 欧华神学院的院长 他来会跟大家讲课 那一天就不见得讲以赛亚书 他会把这堂课 跟于师母的 202的课合并在一起 所以那天我们请他 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信息 那题目我还会再跟他交通 所以是那一堂 那另外一堂呢 我们会有光碟 让大家可以看 还是我讲 有没有问题 对不起 今天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都花一点时间 有没有问题 请大家一定要做 一定要认真 一定要跟小组开始祷告 一起来追求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我们结束了 9月书我们再次谢谢你 把以赛亚书这么宝贵的一卷书 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求你在这块未得之地上 帮助我们恩上加恩 能够丰富的领受 里面所蕴藏的应血 你丰富的救恩 能够认识你做事的法则 跟认识你永远的旨意 主我们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